我们在学吟诵的时候要两条腿走路 一条腿是自己创吟诵调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一定要学会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很自由的去创作 当然后面我会讲吟诵的规则 你还要有些规矩 第二就是要学传统的吟诵 一定要学传统吟诵 因为传统吟诵是个巨大的宝库 有那么多曲调放在那 你不用它 自己创很艰难 当然你创的是你自己的 所以两个都需要 要学相当数量的传统吟诵调 当然传统吟诵调它跟方言有关系 有的时候跟普通话的声调不对 你要做一些调整 很好 非常好 我教一下这一首传统的吟诵 这是戴学陈先生 天津大学陈先生的音诵调 我一句 大家一句 然后我们来一遍 好吧 窗前明月光 窗前明月光 每一遍 一邂单 一邂半 很Com 举头望明月 举头望明月 低头是故乡 低头是故乡 这首诗当中的月 这个字是入声字 要读短音 月 现在我们有一个底了 汇了银 银的方法 一个底 然后来说一点别的 磨镜对称 这个是说 古体诗 没有格律的诗 它是有上中下调的 而且这上中下调之间的关系 是磨镜和对称关系 我们举个例 就是木兰诗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是江苏徐州的音诵调 先听一点 就听三句 这就是它的三个调 一般来说 银诵一上来 就会把三个调征出来 你看 鸡鸡腐鸡鸡 木兰当户之 第一个 第二个 不闻其诸生 为闻女谈息 这两个就是磨镜关系 基本上一样 这两个 连磨镜都算不上 算重复 第三句 闻女何所思 闻女何所以 这是磨镜 这整个又上去了一段 对吧 它就这三个调 后面就这三个调 来回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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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你就学这个 把这个抓住 那么怎么倒 三个调 你现在拥有三个调 如果你会了 是吧 一个调 第二个调 反正你就来回唱这几个调 那下面怎么办 上中下调 不是来回用的 不是说上中下 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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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用死了 不是这样的 它是根据它的 它的那个 整个诗的意思 它的结构 我们不是经常分析说 一个作品的结构吗 是吧 分几个段落 它们之间什么互相关系 吟诵就是这样的 他要看这个关系 然后决定我怎么用 比如说我一上来 首先用一个下调 然后再用一个中调 然后再用一个下调 再用一个中调 然后再用一个上调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这个人认为 在前面的这一段当中 它是一个起伏 推向高潮的关系 他认为这一句是高潮 而且中间有一个起伏 这就是他对这个诗的 层次的分析 结构的分析 他就引成这样 如果他倒过来 他不这么引 他改成一个上调 一个中调 再一个中调 再一个下调 那么他就是认为 这几句诗是向下走的 整个的情绪在向下走 而且是一个地层关系 有格律的是平长字短 什么叫平长字短 是说偶字 偶卫字的韵字 偶卫字的平生字 是长音 其余短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字 偶卫字就是指第二个字 第四个字 第六个字 运字 押韵的那个字 押韵的字 就是第七个字 才会押韵 有的时候押 有的时候不押 对吧 好 凡是押韵的字 必须脱长 二四六字当中 平生字脱长 什么是平生字 就一声二声 一声二声 这就行了 这就叫平长字短 当然说起来 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就不具体说 里面还是有些复杂的事情 尤其是入生字问题 我们举例 张继 风桥叶博 首先要学诵读 然后再学引勇 诵读怎么读呢 我们先把平长字短读出来 如果是朗诵的话 肯定是月落无提 霜满天 江峰与火 对愁眠 肯定是上四下三 对吧 肯定是这样的 中间砍一刀就完了 但是 这个诗当初张继写的时候 就不是这么写的 就是平长字短着写的 第一句哪个字应该脱长呢 提 提要脱长 是吧 然后呢 天要脱长 天是韵字 提是第四个字 而且是平生 它是第二声 所以第一句读起来 应该是月落无提 霜满天 对 第二句呢 风要脱长 还有呢 江脱长 江不脱 江是第一个字 不脱 还有哪个字要脱长 愁和眠 所以第二句怎么读 江峰 与火对愁 年 年 好 第三句呢 孤苏 城外寒山 四 四脱长吗 不脱 它不押韵 不脱长 所以是 孤苏 城外寒山 四 夜半钟声 道客传 对吧 四句 脱长的字 基本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古人这个诗做起来是长长短短 这样的 不是像我们朗诵那样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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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那我们中国的诗 哪会取得那么高的成就 它很复杂的 它是个很精美的结构体 刚才是平长色短 然后我把入声说一下 这首诗的入声 入声字 月是入声字 落是入声字 一开始就两个入声字 好 长短关系 基本就是这样 好 下面再说文读语音 什么叫文读语音呢 就是我们在全国各地进行采录的时候 发现一个现象 就没有一个地方的吟诵 是按照方言来吟诵的 这个很多人都有印象说吟诵 传统的吟诵是方言的 不是的 没有方言吟诵 都是文读吟诵 什么是文读呢 就是他说的这个话 和平常的口语是不一样的 很多字是文读音 文读是一个介于 官话和方言之间 介于古音和基因之间的一个系统 比如说大家下象棋的时候 那个车读什么呀 读拘 没人说来 我踢车 来 没有这样的 是吧 一定要拘 要不人家就笑话你 吟诵也是这样 如果该文读的地方 你没有文读 人家就笑话你 所以没有 方言的吟诵 所以我们 要推广普通话的吟诵 是吧 论语当中有记载 子所雅言 诗书直理 解雅言也 孔子这个人 读诗经的时候 他是吟诵的 是吧 读上书的时候 吟诵的 都是用雅言 就不用他鲁国话 直理的时候 用雅言 所以吟诵是用雅言传统的 所以我们要用普通话吟诵 而且要有文读的普通话 什么是文读呢 最重要的 两点 第一点 押韵的字要押韵 第二点 入声要读短音 就这两个 大家这个说起来就比较复杂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知道这两个 入声读短音 押韵的字要押韵 比如远上寒山 石敬霞 一定要念霞 不能念邪 念邪不押韵了 他原来就念霞 这就叫文读 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同的方言的吟诵 大家听一下文读的问题 先是北方话的 这是一年 还是乱 万语唱歌的文化 还是老唱 非要爱 不叫无法 无法 无法 枪音唱法 摇头摆身 什么是枪音 枪音就是 我们汉语是旋律型声调语言 所以他唱起来的时候 他也靠声调这样来唱 这个就是枪音 枪音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稳定 比如说 我们现在一百年已经进行西方音乐教育 一百年了已经 所以我们现在都不会唱中国歌 虽然我们唱很多歌 其实那些歌不是汉语的歌 都是西方的歌 什么是汉语的歌 汉语唱一个音 比如说刀 我们现在都见过音乐老师练发声 是吧 让孩子们练发声 刀 当当当 乱 当当当 咪 那个 那是西方的钢琴音 因为你唱的时候 这音是突然出来的 突然结束的 在中间 一边棋 刀 乱 咪 就这么唱 这叫钢琴音 西方人是这么唱歌的 可是西方人是重音语言 英语 欧洲语言都重音语言 我们是声调语言 我们没有重音 有声调 他们没声调有重音 不一样的 我们的唱 唱起来 唱一个东西 永远是飘着的 比如说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 永远是飘的 我们来唱音阶 比如中国真的用腔音唱法 汉语的唱法唱 导人没法招拉西 这就是腔音 是这么唱的 中国的歌 无论是民歌 还是银颂 还是戏曲曲艺 从来就是这么唱的 这都一百年来 我们改了 改成钢琴音来唱了 学会腔音 控制自己的音量 学会控制音量 不要一张口就 床前明月光 都一边搞 不要 床前 把声音收回来 明月光 知道忽大忽小 控制 为什么 因为你的音量 是你用来表达感情的 你为什么要放弃它 你的音高 是用来表达感情的 你是汉语 所以我说 学银颂才会学会 用汉语表达情感的方式 如果你不学银颂 学西方的 就学周杰伦的那些 周杰伦 号称中国风 其实是西方的东西 那也不行 你学不会 你永远是 床前明月光 就不知道那是 床前 明月光 不会这些 枪音 是这样 那么枪音的话 是一定要摇晃的 现在说到摇晃 我们都知道 这么摇是 古代知识分子 那么腐臭 酸腐虏之类的 不是的 要知道 任何人唱歌都是动的 没有人不动的 你见过 你动不动唱歌的人吗 我的太阳 累死你 因为那样唱 你会用声带唱 非常累的 而且很多音 你根本发不出来 你一定要改变你的肺 气管到口腔的形状 来辅助你发音 一定是这样的 只是方法不同 因为英语是重音语言 所以他们形成了 为什么呢 他这样辅助 他发那个重音 我们是没有重音的旋律性声调语言 所以我们唱的时候一定是 窗前明月光 这样才能发出这个腔音来 所以古人摇晃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摇晃而吟诵是非常丑的 我现在教学生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学生怕羞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 是吧 已经二十多岁了 怕羞 所以唱歌都是这样 窗前明月 就是这样一动不动 多丑啊 不是的 中国人呢 不是这样的 孔子不是这样的 不要看周润发演的那孔子 周润发孔子老是一动不动的 脸上录着僵硬的微笑 哪是这样的 中国古代的文人走在哪都是摇晃的 轻轻的晃动 这是生命的律动 刚才你们不是读老子吗 是吧 摇晃的才是君子 你不要看你 不是古人说真的说 来我们是古人说 文人见了面 大家一块儿在吃饭喝酒 看我们现在的电视剧 都这样规规矩矩的 哪有这样的 都是轻轻的晃动 这才是君子 是吧 我们的太极 我们的气功 我们的道教 这些东西都是融为一体的 他们的世界观都是一样的 摇晃是有利于养生的 绝对有利于养生 今天我讲不了养生 但是肯定是这样的 下面说普通话银宋 我是中华银宋学会的 我们学会的宗旨 推广普通话银宋 传承传统银宋 传统传统银宋是当地人的事 当地传承当地的传统银宋 你不要山东的传承广东的 你传承不了 传承当地的 另外要有普通话银宋 因为银宋的传统 历来就是官话 就是一个文读系统 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的文化 为什么能传下来 靠两个 第一个靠文字 如果我们没有汉字 各地的方言 那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可能传下 统一的文化来 第二 这个文字 必须有统一的宋读方式 如果没有统一的宋读方式 它怎么能传承下来 统一的宋读方式 就是银宋 所以我们主张 现在也要有普通话银宋 但是要传承当地的传统银宋 每个人要有两条腿走路的意思 普通话银宋 就是普通话的发音 和银宋的规则 普通话银宋的现状 这个要说一下 这个实际上 很早就有人开始 做普通话银宋的工作了 解放前就有 但是比较少 解放后 最早的 我知道的是文怀沙 然后后面有好多人了 尤其八十年代 陈炳征 戴学陈 包括陈兆松 他们都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规模都不大 我们是从大概三四年之前开始做的 然后可能是时代 可能赶上这个时代了 所以我们有机会来给大家讲 有机会在全国来推广 我们在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支持下 现在在做银宋的推广工作 但是我们的时间的确是不长 就做了几年的时间 在中小学推广只有一年半 只做了一年半 现在普通话银宋的情况就是说 我刚才说了 全国大概有几千位会传统银宋的老先生 他们的年纪一般在八十岁以上 会普通话银宋的 据我知道在全国 如果不算学生 跟我们学的学生不算 就是在银宋家这个层次吧 十几人而已 只有十几个人 这大概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最大规模的一门技艺 但是人会的最少的一个 所以我们是大大的共不应求 现在这十几个人当中还包括 我这十几个人的上限是算到八十五岁的 就八十五岁往下数 会普通话银宋的 也就这么十几个人 那么能够出来讲课教大家 又银宋的好的不到十个人 这就是普通话银宋的现状 但是在这个的下面 我们这一年多宣传了很多 然后也开了很多培训班 也教了很多老师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做普通话银宋的工作 包括搜集采录创作 这个银唱教学生 银宋教学 很多人都在开展 我相信一两年之后 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 会很好的普通话银宋 就会有很多人在做法银宋的工作